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在选前 就大家已经开始 变成这样的状况 那大选之后还得了 这是怎么回事事长 这个地方又跟之前台下 记不记得佛洛伊德事件 很类似 因为在这边 同样也发生了族裔冲突 因为有一名非裔男子 他在跟警方对峙的过程当中 就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冲突 越演越烈 擦枪走火之后 这名非裔男子 不幸被警方射中身亡 所以引发了一连串的示威风波 OK 现在好像在当地的民众这边 都把警察当成了攻击目标 甚至还有一名女性的警察 直接被人开车给冲撞 所以其实大家也很甘心说 甚至之前我们也为大家报导过说 在纽约这边 纽约的市民也很甘心 选完之后 他们都要搬出去了 因为很害怕 整个混乱的场面会越来越大 我们来看 在美国大选这边的最新民调数字 现在民调数字怎么样了 施想 最新民调数字有一个趋势 那就是川普的声势 的确有往上升 那拜登的声势 大部分是维持 或者有些微下降 但不管怎么样 反映出一个事实 那就是选情真的是空前激烈 比方说我们最近比较常看的 这份民调 IBD的这个民调显示 川普的这个支持度 有在明显的上升 虽然是说拜登还是过半 百分之五十点七 但是两个人差距 只剩下最后四个百分点 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民调 那就是在密西根州的 这份民调显示说 其实他们在对全美国 做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 发现川普已经出现了黄金交叉 因为他们光是在这个民调里面显示 他是四十八点二 对上的四十七点八 这也是他们做民调以来 第一次川普赢过了拜登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对于川普来说 应该是非常具有意义性的 甚至在川普这边的阵营 就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佛州这边 民调逆转胜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面战奏效了 什么是地面战 川普他们这边的阵营在佛州这边 竟然派出了两百五十万名志工 这个数字非常不得了 他们透过这两百五十万名志工 去跟在佛州这边的所有当地居民 来一一接触 所以大家就在讲说 这叫做什么 各个击破 每个都寄距离来接触 告诉大家说 川普是真的在乎这边 结果从民调数字上面来看 川普真的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选情是奏效的 所以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 现在大家对于川普 到底选后如果今天他真的又连任第二集的话 他要怎么样让中国为疫情负责 他要怎么样让中国为疫情负责 大家当然很想问他这个问题 结果没想到他就告诉你 我不告诉你啦 那这个东西就有点告诉你说 他就是想要卖一个关子 但是我一定会有句子作为 只是说现在可能不是时候 告诉你这样的事实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对于比他亲近的这个新闻媒体 他也是公开卯上了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福斯电视台 是蛮亲共和党的一个媒体 而且他们在报道的部分 他其实也是对川普比较有利的 可是昨天这一条报道 让川普真是大动干货 因为福斯新闻网居然报道了欧巴马 在为拜奔助选的新闻 OK 好 我们就来看看 在美国这边掀起了一个动乱 以及川普的造势 还有最新的民调 让大家觉得蛮不一样的 甚至你看 在华盛顿州这边的规则是最宽松的 改了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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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可以改到三次 因为其实这个通讯投票 他们叫的时候你要反悔 要去重改的话 他们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赶快告诉你的这个州的选务单位 说我这个选票 请你就不要去计票了 我当天11月3号的时候 我会去重新改投票 就等于是说 他们在选务投票的那个箱子上面 他们会收到你那个已经密封号 你有亲自签名的这个信 他会把它找出来 对 会把它找出来抽掉 所以你就变成说 接下来选务工作 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困难的地方 但是这也算是选民的权益 所以这个东西 他们也可以合法行事 但是对于川普来讲 发现自己真的又像剪刀枪一样 也有很多选民 会因为这次的电邮门事件 开始改投自己的话 当然就呼吁选民就说 好好想一想 能够改就赶快去改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要飞过去的话就很不OK 所以有这个不在一起投票 就比如说我在西岸 我的户籍是在西岸 但是我可能因为某种原因 在东岸投票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OK 但是我要来请教的是 川普为什么针对于 现在这种投票方式 他会极力反对 因为川普他们这边 就跟共和党所说的话一样 因为在执政州这边的部分 他们就很担心说 民主党他们既然掌握了 行政资源 会不会借此有 集体舞弊的现象 那舞弊的方式 其实我们就从这投票流程 来带大家来详细说分明 首先你再把这投票收到之后 你要把它寄回选委会之间 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讲到了 有14个州 它是有反悔条款的 对 结果你这个要反悔 抽回来这个过程 跟他11月3号 真正投下去的那个时间 中间可能有些州 会有时间差 会不会一个人 投了两票的期间 所以这东西就是 舞弊的第一个条件 那再来的话 其实川普他甚至还有 干脆叫他的选民 去以身事法试试看 说你第一个 也是去通讯投票 第二个 你11月3号 也是到这种投开票所 去真的去端竞说 我要来在当天投票 假如说现在选举制度 是健全的话 你当然11月3号 不能再重复投票 他就叫选民去 亲身验证 看这样制度 对不对 如果发现说 有这种弊端的话 就可以证明说 他的所言不虚 OK 好 我们来看看 到底通讯投票的 利跟弊 差在哪边 还有川普他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 今天7点钟 这场记者会 突然公布了 有四例 疑似是因为 施打疫苗之后 产生的不良案例 造成了死亡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假如说 你真的接种疫苗 产生了严重的 不良反应的时候 通常会出现的反应时间 大概都是在一天之内 不过我们来看到 这几个案例 通常它可能是 注射之后 两天三天 甚至最长的一例 超过了十天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情况之下 因此卫福部就说 目前看起来 这四例跟疫苗施打 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为了安定民心 你会发现 包括了卫福部长 陈时中 他直接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秀出了这样一个大大的手板 告诉大家 不良是不等于副作用 呼吁大家还是继续施打 这个流感疫苗 不过在此之前 其实也是因为行政院 开始做了一些指导器 OK 因为行政院 坐针针 发现 大家已经开始害怕了 所以昨天下午 赶紧 召给神仁中 说要把事情赶快讲清楚 所以昨天晚上 才有这场记者会 好 那面对于世祥 爸妈的这种状况 我相信不止 世祥的爸爸妈妈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 因为毕竟 虽然你告诉我说可以继续施打 但我真的敢打吗 那心里面还是会怕嘛 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整理了 到底是哪五种人 不要去打流感疫苗 包括你有发烧 集中症 慢性病 还有你胃满六个月的婴儿 或者是你对鸡蛋过敏 今天这件事情 我们早上也在讨论 针对于对于鸡蛋过敏 这件事情 蛮难说的 因为你要去做过敏检测 你才知道有没有对鸡蛋过敏 是想我对鸡蛋过敏 可是我平常吃鸡蛋 我身体并不会不舒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去做过敏检测的话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然后再来就是 六个礼拜之内曾经发生过 隔铃巴力症候群 还有医生也会评估说 你到底是适不适合接种 如果不适合的话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明白 就是不会继续接种了 但是现在ICU的医生 这个陈医生就跟大家讲说 不要把身体的任何不是 都跟疫苗扯上关系啦 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今天实际 走到这个阶段里面会去看 其实大家真的心里面 还是会怕 但是也有人排队 继续要来打六个疫苗 网民当时被压到水里的警察 也有出面来讲当时的情形 抢极案之后 他首度露面 他接到台北地方法院 怎么了呢 他就是为了网路上的这个案子 来必须出庭凯来管理 因为第一个部分 他就是被对方来提告 说妨害民运 因为其实这名公民老师 他姓罗 但是他把它影射成 某一个那个 跟性有关的用品 所以他信不过 直接在网路上提告 然后希望说法官能够帮他还原这样的现场 也要还他一个公道 不过馆长这次出庭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些人觉得有一些些夸张 怎么说 因为其实有些法警私下跟媒体透露 他讲说其实馆长这回出庭 第一个他坐着轮椅 那他有伤我们就包装他一下 但是与此同时你会发现 在他身旁很多人都是他请的保镖 所以很多法警就认为说 你既然已经到了法院去开庭 在法院又有法警 可以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你还带着这么大阵仗的保镖过去 为你作秀作过头 但是如果我是馆长 我说不定也会带 你是一个被禁声枪击过的人 你说真的 你法警有办法保护我 我不是在质疑法警的能力 是你要想想他心里面 其实对于这种东西 当然还是会害怕嘛 毕竟他上次被枪击的地方 可是自家非常熟悉的健身房 旁边也有一些人员 所以你说他身上带着大批宝贝 要说在做秀 我觉得有时候 或许也有点太过严厉了啦 对不对 所以馆长今天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认为台湾的枪支 实在太过氾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听馆长怎么说 多少钱采购投资股票 这样就够 零股交易让股票化整为零 小心就可以投资 累积低头金 开启通往梦想的大门 有梦就够 星光证券 小爱投资更便利 电子下单的先行者 星光证券 单送哟 基隆的地标树梯 举行了这个刚购立柱典礼 预计明年六月就可以完工 未来树梯上面有空桥 可以衔接至中正公园主府坛 成为市区新地标 感谢您这节加入 我是姨童 明天再会 拜拜啦